紀錄 週六 烏克蘭國家緊急服務部門發布視頻 一架俄羅斯軍機 在烏克蘭北部的切爾·尼戈夫上空被擊落 烏克蘭當地媒體透露 飛機上的俄羅斯飛行員被俘虜 同一天 俄羅斯國防部發布視頻 俄軍封鎖了基附地區的前哨陣地 並繼續進攻 俄羅斯國防部還說 俄軍已經停止射擊 在俄軍控制的 旭爾諾瓦卡 和馬利烏波爾市附近 開闢了人道走廊 俄羅斯議會週五開會 一名參議員稱 與烏克蘭作戰的一些軍隊 損失慘重 有一支被迫認證入伍 由一百人組成的部隊 只有四人在衝突中倖存 莫斯科星期三曾透露 有498名士兵陣亡 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六 與俄羅斯航空公司員工會面 有員工詢問普京開展特別軍事行動的原因 我們都支持您的行動 支持現在正在進行的特別行動 當然我們每個人最近都以各種方式 提出過一個主要的問題 為什麼要開始這項特別行動 難道不能避免嗎 普京回應說 它的目標是通過烏克蘭的 非軍事化和非納粹化 來保護烏克蘭的俄語社區 消除烏克蘭對俄羅斯的核武威脅 把這些公共控制住 在這一瞬間 在這一瞬間 歷史的歷史 會非常不同 普京還說 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類似於宣戰 而不約如果答應烏克蘭的要求 設置禁飛區的話 等同於參與衝突 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針對實施軍事管制的傳聞 普京說 目前沒有計劃實行這個措施